观世音菩萨也很灵感 我第一尊恭奉的菩萨是观世音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 第一尊 也就是说我到 好像我以前也讲过吧 到台中 那时候有一个中和大楼 现在中和大楼因为火烧就没有 那时候有中和大楼 那我去中和大楼 到了一个书籍 中和大楼有很多书籍 那时候中和书籍 有一家是中和书籍 印我的第一本书的是中和书籍 旁边有一家书籍叫做义士书籍 它是访工义士 以前是一个义士来的 那所以他取的书店名字叫义士书籍 那义士书籍呢 他是卖书的 摆了一尊观音在那里 那一尊观音我去跟他 我看了很庄严 我就问他 他说这个 你这尊观音可以不可以卖 那义士书籍的老板说 这尊观音啊 他手上有竞品 但是竞品断了 竞品断掉了 所以没有竞品 那我给他放了一条这个锁珠 就是锁的念珠 那个老板讲 如果你要的话就便宜卖给你 那时候的价钱是十五块台币 十五块钱的台币 十五块 不到五十块 就十五块钱的台币 我就给他请回来 那回来那时候我在军中啊 当阿兵哥啊 当在军中 我是军人 那时候是少尉 少尉 少尉军官 学校刚毕业 就给他 那时候也不懂得地理 也不懂得供奉观心菩萨 我是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那时候那个窗子是 底下有铁轨的 有铁轨就拉过来 拉过去 我就把观心菩萨放在铁轨上 那后面是窗子 那个 就是网 黄文子的那个网 然后把窗子关起来 就把观心菩萨夹在一个厢里 夹住那个厢 然后就拿一个香炉 点一根香 第一个晚上 我就躺下来睡觉 就看到海 看到海 在海面上 有一个那个 浮起一个观心菩萨 坐莲花的观心菩萨 这样子一尊的 他坐在莲台上面 就是我供奉的那一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观心菩萨显现 那时候不懂洪水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随便摆在那个窗 窗子那边 然后用那个 拉过来 就把它夹住 不会让它掉下来 以后我供的观音就很多了 我供过白衣观心菩萨 那是我家 我供奉的观心菩萨 我供奉的观心菩萨 我供奉的观心菩萨